最近,韩国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意外事故,事故中的受害者,以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,惨死在了医院中。 据韩媒报道,日前,一名60岁的韩国患者,在该国一家医院接受核磁共振程下MRI,检查。 由于该患者当时需要氧气供应,正巧MRI式的吸氧装置出现了问题,所以相关人员便运进来了一个氧气瓶。 但是,当那名患者进入到仪气中之后,拍摄过程中产生的强烈磁场,直接将放置在两米外的金属氧气瓶吸到了仪气中,导致患者的头部和胸部被死死夹住。 尽管后来医院对病人进行了抢救,但该患者最终还是因外伤性脑损伤等死亡。 本来那名患者进入医院是来治病救命的,但是谁也没想到,最后此人竟然在检查的过程中,被一个氧气瓶给夹死了。 这不禁令人感叹,该患者真的不是一般的惨。 而值得一提的是,这样的事并非不可避免。 在韩国医院医生口袋里,一些金属物件被吸附在MI机器上的事并非没有发生过, 而且现在该国使用的这类仪器会产生超强磁场,院方并非不知道。 在知晓有安全隐患的情况下,院方不仅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, 还将氧气瓶放在危险的地方,那就是他们的疏忽了。 早在2001年7月末,美国的6岁小男孩,迈克·科伦比尼在马尔哈拉什维斯特切斯特医疗中心进行核磁共振检查时, 被核磁共振以吸附过来的金属氧气瓶击中逃捕,造成颅骨碎裂,当场死亡。 最近的一次,是2018年1月份,一名印度病人背着一罐氧气,陪同亲属做核磁共振, 被吸入核磁共振以中造成死亡。 核磁共振以的危险并不在于其本身, 而是在于强大刺场,对周围物体的吸引,造成的附带伤害。 自从1944年前苏联发明核磁共振以来, 由核磁共振以引起的医疗事故层出不穷。 上述两例仅是鉴于公开报道中的个别案。